我以前我说过 说是我们东北人说的话叫老坛 就是好像这个地方是在山海关附近的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那个县 跟人家销生意 年轻的时候去到一个大商店里面跟老板去销做生意 那老板要吃服饰这个老板 那老板有的时候不得了 你跟他讲你错一点都不行的 有时候他把你呵斥你罢你 然后把你行李丢出去叫你愁 然后我听的爷爷怎么说 而那个爷爷自己把行李又拿回来 对老板说算了算了没事就没事 照样的侍奉他跟他销做生意 好好这老板又接受了 过来是又把他行李丢掉了 又呵斥他又骂他不准他 但是始终是他不离开老板 还是继续跟他销做生意 最后就已经成功了 这以后就做生意 成功了 不然他就会说他以前的事情了 最初学习的时候要吃那么多的苦头 才销毁了做生意的本事 现在今天成功了发材料 所以我们佛法的事情 我们要从高尚传传看 那我看也有同样的情形 也有同样的情形 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传界 我们出家了以后 到世面到这个什么地方传界 我受戒的时候 1946年 1947年受戒 那个时候 尹律师已经说过 已经缓和了一点 这个老师的规矩不那么延了 但是他还是拿个腾条打你的 打这个受戒的 说出了一些话 就令你心里难过 所以在那以前是更厉害的 你去受戒 就是不和你讲道理 就是说的话 吃起你 腾条不讲道理打你 就是这样子 就是看你受不了 受得了受不了 现在后来的宽了 就是对你客气一点 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都不是容易 站在佛教的立场 站在佛教的立场 也可能有这种心理 佛是这个法宝 你修小这样的佛法 可以得圣道 泄脱生死苦 你那么悠悠自在的就行了 你那悠悠自在的就可以得到了 不一样你吃点苦头不可能 可能有这种心理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 就是多数有这种情形 你对我客气一点好 我不对你也不要呵斥我 这样子我可能在我和你可以 你呵斥我 不管有没有道理我不同意 但是我们凡夫是这样子 凡夫是这样子 但是我因为你 稍微的调一调 稍微的调一调 心情也要像道上灰一点 为了学习佛法能够成就 也忍耐一点 也应该忍耐一点 因为我们要完全没有学习过佛法 当然我们不明白 学习过多少 学习了多少佛法以后 我们读了金刚经也好 读了佛异教经也好 现在我们学习医学习的论 知道了多少 知道了什么 烦恼不可以动 不可以动烦恼 我的烦恼要动 我就是不对 不管别人怎么的 我烦恼要动就是不对 我要调 我用佛法来调这个烦恼 所以他不对 那个人不讲道理 那是他的不对 不是我 所以那个人发心修行 那是他的事情 我要没有修行 我就没有功德 个人的思想行为 个人负债 自己要多少的要调一调 多少的要调自己的身口意 要调一调 也要这样子 就像是 说是在家人 小孩子 渐渐长大 在小校读书 用功的校上不是很多 都是用功吗 不是 我小孩的时候也是读过书 我小孩读书也逃过校的 还有这个事情 但是年纪渐渐大了的时候 这个知识渐渐开来的时候 自己会想 我要不读书 我将来怎么在社会上能立足你 我怎么立足你 我一定要学一学 学立身之道 有专业知识 我可以 不要说我特别的富贵 永华 能够生存 也有点能力的 我要努力读书 谁也不欢迎 我也要读书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社会上读书 我们在学义佛法 学义佛法也是 为了我会成就圣道 我要隐难一点 也要隐难一点 这个对学习的经论 这一段话很难懂 没有意思 这小子要干什么 隐难一点